晚上好啊,朋友们,这期节目呀,您看一下名字吧,可能就是您最喜欢的那种故事内容,明昏。 明昏这个东西一旦提到了,好像很多朋友会跟一些影视剧小说挂钩到一起,但我们这期故事非常接地气,跟影视剧小说没半毛钱关系。 可是您听到的这些明昏,一般情况下都是去世比较早的一些年轻的姑娘,年轻的小伙子。 这死后啊,家人们想祭奠他们,总是觉得孩子死得太早,太冤了,连昏都没结了。 这活人们悼念死去的人们,总是想为下边的人们做点事,一来二去时间久了,在咱们民间就流传出来了一种东西,叫明昏。 但我们今天这故事完全不是这样了,今儿这故事的明昏有点扭曲。 您听过一个活生生的大小伙子,为了赚取一点钱财,跟一个刚刚去世不久的少女,结婚了的事吗? 要不说呀,这人呢,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,只要你使钱,没有干不出来的邪乎事。 我不知道换作您,要给您点钱,您干这事吗? 反正我是不去,这说句再简单的,他不吉利是不是? 可是,咱这主人公啊,他还就敢去干这些事,并且接了这桩明昏之后,这小子啊,也没活多长时间。 可能估计就是,下边那小姐姐一下就相中他了,他既然你都答应跟我在一块了,小哥哥,那你也下来跟我玩呗。 这个,咱哪说哪了啊,我也是胡说八道,逗着玩,找个乐,但故事情节,的确啊,就是这样的。 首先呢,我们在讲述这期故事之前,先感谢提供故事的小伙伴,巴伯亚。 它是英文名字,我翻译了一下,应该叫巴伯亚吧。 不过,人家名字不重要啊,主要,人家故事是非常精彩的。 这件事,虽然不是发生在他身上的,他说这是他身边的一个故事,这故事的主人公啊,就是他的发小,等于他是目睹了整件事的全部过程。 这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,他说我呀,是什么都信了,特别的害怕,不再敢乱招惹呀。 这些奇怪的东西了。 大概这件事,他说是09年左右的时候,我的家呀,住在天津市京南区。 我家里属于郊区,跟城市接壤,算是城郊结合处的位置。 在我家距离不远的位置,新盖了一个墓园,墓园当时挺大的,但是这墓园跟我们没多大关系。 毕竟这时候,我们才都是高中刚刚毕业。 高中刚刚毕业之后,我和几个小伙伴成天上网打游戏。 我的家庭情况还是不错的,所以说还不这么着急,需要我去工作。 但是我们这几个人呢,这其中有一个哥们儿,平时是最外向的,按天津说话,就是炸炸乎乎的。 他呢,家庭情况不好,但是特别要面子,没事冲在前边,上网啊,吃饭啊,什么都跟着我们掺和。 可是我们剩下的这几个小伙伴家庭条件比较优越,他每个月家里给的钱就这么一点点儿,这长期跟我们在一块儿玩儿啊,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。 可是,我这小伙伴并不可爱,人不谦虚,说话炸炸乎乎的,也没有人可怜的,这一来二去,大家也没当啥事。 但是,直到后来我才知道,我这哥们儿背着我们和另外的一些朋友在一起玩,干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勾当,反正就是接近于违法了,什么事都掺和。 实际上,干这些事啊,就是为了赚点钱。 咱们前面叙述这些东西,简单介绍一下人物,带戏的咱就不说了,没什么意义,这说话我们毕业之后这一行人呢,大概在社会上玩儿了有这么三四个月左右吧。 有这么一天呢,我得知一件事情,每天跟我们玩外向的这小伙伴呢,他呢,接了一单啊,奇怪的生意。 这单生意据说能给他五百块钱的报酬,但是做的这件事儿,可是让我们所有人都想远离他。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反感他接的这单生意呢? 咱也不知道他是通过谁他妈介绍,给他介绍了这么一桩生意,这件事儿好像是一个大聊告诉他的。 说啊,有一个老板,这老板的女儿去世了,女儿呢,就安葬在啊,咱们新盖的那个公墓那儿。 我呢,跟这老板认识,我现在给你拉门生意,人家现在刚巧啊,需要一个年轻的小伙子,给五百块钱,只要你啊,跪在女孩坟墓那儿,念这么一段文字就可以。 这段文字大致内容就是,我喜欢你,你长得太漂亮了,自从看到你的照片就爱上你了,我呀,希望跟你结婚,一辈子陪伴着你。 其实,这等于就是活人呢,对女儿的一个祭拜,但是,这弄得有点过分了,自己可能是有俩臭钱,就想拿五百块钱吸引个小伙子,跪到女儿坟墓面前啊,这假冥婚,想往真里边乘。 咱也不知道啊,这是哪个缺德给他出的主意,反正这老板的确是拿出了五百块钱,给到这大辽手里,这大辽天天啊,四处就在社会上找人。 其实,人家谁愿意干这事啊? 零几年那会儿,五百块钱对于孩子的确是个大数目,但是有点认知的,您觉得您小时候会接这生意吗? 可是,就像很多听友跟我讲的,说大凯有时候有人骂你,别生气,林子大了,啥鸟都有。 对,您说对了,真是啥鸟都有。 这不,我这小伙伴吗? 直至到他听到这单生意之后啊,他不但想接,并且求着人家接,说呀,你给我做吧,你要是五百块钱给我,我给您买盒花子抽。 嘿,这大辽一看,呵,我可把这老板的事给解决了。 指定这大辽是接了老板的大型法师了,就缺这么一个傻小子,这傻小子还说给他买花子,就这么着,这生意就给了我这个朋友了。 哈哈,我这个不靠谱的朋友啊,以为自己赚这五百块钱特别的幸福,拿出来还跟着我们几个哥们儿搁着臭闲呗。 说呀,看见了吗? 哥们儿就念了一段话就给了五百,行了,以后我呀,就跟这大辽混了。 这以后生意不断呢,就这么着啊,自打他结完这单五百块钱的明婚生意,这件事在我朋友之间啊,就传开了。 大家全都说呀,这傻岔,不定哪天就得倒霉,这事能接吗? 还喜诺给人家死去的小姐姐,告诉人说呀,说我愿意陪你一辈子,看完你照片我就喜欢你,你呀,等着倒霉吧。 就这样的话呀,在我朋友的圈子中,没有人不说的,其实好多人都等着看他笑话。 为啥呀?因为这孩子不是个老实人,挣几百块钱满出嘚瑟,逮谁告谁呀,我有个媳妇,是鬼,都死了,我跟他结婚呢,还给了我五百块钱聘礼。 大概您听到这儿,这孩子性格您也了解了,一个张扬的小混蛋,有点脾性,做事啊,没个分寸。 就因为他这张破嘴,还有之前他做的这些事,让他想不到的是,这张明昏结完,还没出三个多月,孩子呀,就出事了。 事情开始的时候啊,好像我们有这么四五天没见着的,等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,这人变得异常憔悴,面色暗沉,头发都感觉像枪了毛一样。 我们这会儿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,甚至很多人怀疑他是不是吸毒了。 但经过跟他聊天才得知啊,这小子自打最近这几天,不知道怎么回事,每天晚上开始做梦。 这梦中啊,反复梦到一个女孩,一到晚上就找他来,告诉他说呀,说你到什么什么河边上等着我,我呀,找你有事, 我特别的想你,就这样的梦,一直重复了好几天,把他弄得神魂颠倒的。 为啥呀?因为梦里边找得来的女孩,他认识啊,那不就是他答应人家跟人结婚,17岁就去世的那个小姐姐吗? 并且这个梦非常的真实,不但小姐姐说的这个河就在他家门口,而且每天晚上啊,都重复着一样的内容。 但是,他自己记得最清楚的是,这小姐姐好像非常喜欢他,每天晚上在梦里边和他相会,每次来都换上新衣服,包括化的装束都不一样。 哎呀,瞪得这傻子呀,是浑身难受。 其实起初他给我们讲这些事,大家没在意,就觉得他这是惹祸上身了,谁让你当初跟那小姐姐说结婚呢? 甚至很多人呢,开始看他笑话。 可是,后边也就是又过了这么十几天吧,这孩子就开始严重起来了。 这孩子不知道是为了什么,人呢,就像一下子转变了一样,也不怎么爱打扮了,头发上那发焦啊,也不打了,形象也不要了。 我们经常看到他一个人走在街上,这手啊,乱比划,直手画脚的,甚至还自言自语。 并且有这么一次晚上,我们几个人刚从网吧出来,看见我这哥们儿啊,好像手比划出来一个搂着人的动作。 可是在我们的眼里,他旁边根本没站着人,他好像就是在搂着一个空气,两个人呢,在逛街一样。 就因为这次见面,我们觉得不对了,可不是晚上做梦这么简单,这孩子就两种可能,不是中邪了,就是自个儿啊,把自个儿给吓疯了。 其实,这会儿大家已经意识到厉害程度的严重性了,但没人能想到啊,后边又没出二十天, 这出的事儿可就不止是这些了,后边,这就要出大事儿了。 有这么一天吧,就是在他病情严重之后的二十来天,我早晨起来起床,正在洗漱中,忽然间呢,接到一个电话。 电话号码显示是我最要好的一个哥们儿打来的,随手呢,我就接听了,但这电话传来的声音,我就知道。 好像是出什么大事儿了,因为电话里边我这哥们儿是非常的紧张,并且还特别神秘。 他在电话里跟我说呀, 喂,哎,你现在醒了吗?清醒我脑子,快快快,出事儿了,赶快穿衣服,下楼下楼,找我来,我就在你们家门口了。 你知道那谁谁谁谁吗?他死了。 哎呦,我当时听完他说这话,我脑袋嗡的一下一幕。 他说的这谁谁谁,就是我结明婚的那个朋友。 我们这几天以来呀,都觉得他肯定会得出点什么事儿,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,或者是能这么严重。 这人呢,连十八岁都不到,就直接呀,死了。 我挂了我哥们儿电话,赶快穿好衣服下楼,跟他集合。 我这朋友就拉着我呀,跟我去我家附近的一个河边。 我们来到河边之后,就从老远,就看见有一堆人在那儿围着。 当我们走到那附近,我从人群中一看呢, 只见,我那个结明婚的哥们儿,躺在岸边,四脚八叉的。 更可怕的是,整个人呢,都发起来了。 他本来挺瘦的,但那脸呢,就好像一个发面柄一样,特别特别的圆,身体呀,也都膨胀起来了。 哎呦,我从老远看到这一幕身上起鸡皮疙瘩,还有心里边也难受啊,这必定是我朋友啊。 虽然他平时说话挺讨厌的,我们认识也得十几年了呀。 因为当时我这会儿已经看啥了,就没注意跟我同来的另外一个哥们儿。 等我反应过来再找他之后,好嘛,他比我更严重,他跑到旁边花池子开始吐。 我可能也是没吃早餐,没有啊,他反应这么强烈。 就这样,就这件事就闹大了,我这朋友就不明不白的死在河中了,而且明显死了还不是一天了。 据当时警察叔叔跟我们说呀,说你们是他朋友吧? 我问你们,你们最后一天看见他是什么时候? 我们跟警察叔叔说,最后一天看见的时候应该是五六天前吧。 五六天前我们见着他,他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,没想到他会自杀呀。 在一旁穿着白大褂,戴着大壳帽的,据我看应该是法医。 他还向询问我们这警察叔叔点了点头,意思就是说,说的没错,这人看样子泡了有三天以上了,应该我们没说谎。 但当时我们在场的几个小伙伴就都被警方带回了警局,实际上也不是说怀疑我们什么,只是想问一下这个案件整个的来龙去脉。 我们当时把这件事从头到尾的告诉了警察叔叔,但这警察叔叔听完这些,觉得我们说的这些理由不够充分,这虽然在民间有一定道理,但从案件角度上来说,这个不能成为案发的源头所在。 当天晚上大概是八点多钟让我们离开的警局,等于这件事在我们身上就算是过去了。 晚上出警局之后啊,我们几个小哥们坐一块喝酒聊天,不停的谈论的都是刚刚死去这朋友的事情。 我们晚上的时候还拿了个碗,里边放了点米饭,插了三根烟。 可能也是小孩不懂呗,但我们心是在的,总想啊,祭拜一下我们这小朋友。 这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,大家都好奇他到底是怎么去世的,都觉得他一定是跟这桩名魂有关系。 因为在之前我们看见过他,他人已经进入精神病状态了,但是我们总感觉从他的视角里,他是能看见那小姐姐的,那小姐姐指定是来找他来了。 可是这些看法啊,也都是我们小哥几个估计出来的。 到了后来啊,这事在我们圈子里就闹得更凶了,甚至流传出来了各种版本的灵异故事。 这些故事都围绕着他这事有关系,反正弄得挺人心惶惶的。 但这一切事情啊,都会被时间给冲淡的,可能后边过去了也就是几个月吧,这事就离开我们的视野了。 反正小哥几个凑一块,很少聊这件事情了,慢慢的就淡忘了。 后来过去了起码得有两年,实际上哥们儿接名魂这事早就忘在脑后了。 我这会儿在我记忆中啊,都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了。 哎,就这么一次不经意的机会,我又听到了一桩更吓人的事情,并且呀,跟我哥们儿有联系。 这天下午,大概我是五点多钟到的家,下班啊,累了一天了,回到家里,刚冲完凉,躺在床上看书。 忽然间我电话就响了,啊,是我一个朋友打过来的,不是我同事,就是我之前的一个发小。 我一接他电话之后,这发小就跟我说呀,说,你干嘛了?下班了吗?晚上,咱吃点烤串去。 我告诉你啊,我这儿可有一个劲爆的新闻跟你说,并且呀,老吓人了。 听完他说这个,我兴趣就来了,并且好久没吃烤肉了,就答应他,说一会儿晚上,咱夜市见。 但到夜市之后啊,这吃着饭聊天,他是满处的埋包袱,就不跟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,一直在跟我重复啊,多恐怖,多吓人,能把我给吓死。 我这会儿实际上都不想听了,不神经病吗?到底什么事儿你就说呗,我就有点要急,我这朋友一看,我有点要翻脸,就直接把这事儿给我讲出来了。 好嘛,他这一讲我才知道,这事儿啊,还真够吓人的,导致我从此啊,只要天黑了,我都不敢一个人再路过那条小河了。 因为,我是生怕看见,他说的这些事情。 原来啊,他要给我讲述的故事,是这个鸟样子的。 他首先先是问我,还记不记得之前啊,掉河里死的那哥们儿。 那我指定记得呀,那恐怖的画面谁都忘不了啊,那脸泡的老大个儿跟大面饼一样,现在想起来啊,我都想吐。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呀,他说,前几天我们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大哥,这大哥呀,是个社会人,全身吻着花,带着打金链子那种。 平时挺好动手跟人打架的。 有这么一天晚上啊,他说他吃着饭的时候跟人家闹起来了,没有几句,三下五出二,两边就动手打起来了。 大哥非常厉害,身边的朋友也都能打,他们肯定是打赢了。 打得对方几个人是够呛,身上自己没受什么伤,但这大哥手上全都是染了别人的血。 一般这社会流氓打完架之后,没人搁这儿等着,谁也不是傻子。 打完呢,几个人就各自跑路了,全都快速离开事发现场,怕警察叔叔给他们逮起来。 跑的时候啊,四分五裂的,而且此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。 大哥呢,其实也不知道往哪儿跑,由于刚刚临走的时候听见警笛声,跑得非常慌乱。 随着不走脑子的这么乱跑,就跑到咱家门口那小河边上了。 当时大哥想啊,万一这一会儿要遇上巡警什么的,自己满手的血,脸上也是血。 这是不是得到河里,把脸和手给洗一下? 正当大哥决定下河啊,洗掉手上鲜血的时候,这大哥就看见在河边啊,站着一对情侣。 大哥从老远的位置看过去,就觉着不对劲。 哎,这对情侣,穿的这是什么衣服呀? 大碗不上俩人站河边,男的穿个燕尾服,黑色的。 这女人呢,穿了一身红旗袍。 我的天哪,这,这晚上俩人在这干嘛了呀? 社会大哥呀,当时满脑子问号,并且已经害怕了。 这换您,您不怕吗? 谁大晚上看见这么一对情侣,站在河边,对着河站着? 我估计换另外一个人早跑了。 但是这会儿大哥已经洗上手了,水呀,都已经敷到脸上了。 他还是坚持洗完了手,但一直啊,斜眼看着那俩人。 他呢,就这样一边斜眼看着,一边手上甩着水,不敢动静太大了,怕惊动那俩怪人。 然后呀,他就往后退。 结果,这刚退到岸边公路上,大哥准备慢慢的向前走,赶快躲开就完了。 就在这会儿,这其中的那个男人,就冲着大哥转过头来。 啊,一下啊,把咱这社会大哥差点给吓死了。 这男孩身体看起来没什么问题,可是这脸呢,大哥说得有普通小号脸盆这么大,就像一张大发面饼,扣在脸上一样。 这无论是平时多大本事,多凶神恶煞,也就是啊,他不怕人。 一旦看见这样的东西,大哥当时也崩溃了。 失控了的大哥呀,就沿着河边的小路,玩了命的往家跑。 跑了可能得有十多分钟吧,跑到家之后,全身的汗都湿透了。 直接进到房间里边,无论是盖上多少床被子,都觉着冷。 这是什么呀,这是吓破胆了,看见那东西,太吓人了。 这个就是他当时啊,给我讲述的全部内容。 听得我呀,这顿饭吃的都没味了。 因为什么呀? 因为他说那发面饼的脸呢? 我他妈都见过。 你说,这要是听来的一个灵异故事,没这么害怕。 可是,大家别忘了呀,大哥看到那一男一女,女的我不认识。 这男的可是跟我从小长大的,发小啊。 晚上好,朋友们,大凯跟大家又见面了。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期节目呀,大家从标题上应该已经看了。 87年,沈阳突遇鬼楼。 其实,有沈阳的朋友应该都知道,在沈阳的都市传说中啊,有好几个鬼楼。 可是这些鬼楼,我全都在网上考究过,也问过一些本地沈阳的朋友。 他们说,真正能拿得出手的故事并不完善,只是一些疑似鬼楼的传闻。 但是,在前段时间啊,大凯的一个采访中,采访到了一个惊奇的故事。 这故事啊,听起来有点玄幻。 可能有些人听完之后会觉得没谱,但是,但是,我不是这么感觉的。 因为当您听完了这期故事,您可能会跟海市省楼有关系。 但一些影视剧中啊,在沙漠中现象出来的海市省楼,一般情况下都是美好的。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提供故事的这位听友给大凯讲述的这件事啊,它是非常恐怖的。 为什么咱这期故事叫突欲鬼楼呢? 首先咱这位听友啊,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,甚至不懂这些事情,并且在八七年,对于这方面的传说啊,了解也非常的少。 可是,他不知道为什么,就这么一天,很平静的夜晚,就是下班晚了点,在每天都要必经的路上骑着车,忽然间呢,他眼前的一切,全都变了。 因为在他眼前呈现出来的建筑物,还有一切的事物,全都不是往常走的这条路,熟悉的场景。 他好像忽然间进入到了一个结界,或者另外的一个空间中,在这个空间中啊,他看到了无比恐怖的东西,并且还伴随着深远的声音。 这件事让他这一辈子都忘不了,他说我平时爱喝口酒,喝完酒之后就喜欢把这事跟大家讲,可是所有人听完了,都觉得我有神经病。 没有人相信我,他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,给我讲了一遍,他说,我好像是最相信他的。 但真的要是说到具体内容,这是个很长的故事,所以说,您还得啊,继续收听下去。 我们今天晚上要给大家讲的这故事啊,是发生在1987年沈阳的法库县。 为什么连年份都记得清清楚楚呢? 因为对于当事人的印象太深刻了,他说我永远都忘不了,1987年的秋天,我呀,遇上了这件事情。 从遇到这件事情以后,让我扭转了对很多事物的态度,我以后不再偏激了。 我呀,不再把一些我自己没有认知的东西,坚定的告诉别人,或者告诉我自己,它是不存在的。 我想,大家听完我讲这个故事,您呢,也有一些改变的想法。 1987年的秋天,大概应该是9月份左右吧,沈阳的天气呢,已经渐凉了,我穿着单薄的棉衣,骑着单车,大概晚上9点半左右吧,刚从工厂下班。 实际上,这天晚上啊,不应该是我加班的,但是,由于机器出了点问题,必须留下我来调教,所以没办法,我呢,下班的确是迟了一点。 我工厂的位置,就在沈阳的法库县边上,我每天下班的时候,都要经过这条小路。 实际上,这条路我走得非常熟了,而且,我胆子很大,不知道什么叫夜炉害怕,本身一米八几的大老爷们,有啥可怕的呀。 说实话,这天晚上,跟往常没有任何的区别,我并没有像有些故事里讲的,提前呢,我有一些仙兆,身体感到寒冷,或者有一些异样的征兆,完全都没有。 我一个人哼着小裙,骑在这条经常走的小路上,可是,我骑了一半左右的时候吧,我忽然间眼前感觉虚幻,耳边呢,开始轻微的耳鸣,我当时以为啊,我是太累了,我还揉了揉眼睛,但一点用处都没有。 眼前啊,持续的模糊,耳朵,耳鸣,也越来越严重了,但是呢,我依然这样骑着车,其实,也当事情了,因为越来越不舒服,可是车呀,并没有停下来。 伴随着眼前的模糊感加剧,耳鸣的加剧,我开始心跳了,并且感到呼吸开始困难,这会儿,我不行了,可能整个症状,直到我下车子,实在骑不动了,应该啊,有这么四十秒左右。 我下了车之后啊,单手扶着车,另外一只手啊,扶在一棵树上面,此时,人几乎站不稳了,感觉天旋地转的,但当我最难受的时候,忽然间,这一切的症状,一下子,好了。 呼吸变得流畅,也不耳鸣了,眼前看得清清楚楚,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状态。 哎,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了,刚刚是怎么回事啊,晚上我吃晚饭了呀,忽然间滴血糖了嘛,我大脑顿时啊,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应,可是,我又仔细看了看周围,发现,出问题了。 这,这条小路根本不是我平时要走的这条路,我这是骑到哪儿来了? 这条我熟悉的路,忽然间一切都变了,左边凭空的长出一面灰墙,这灰墙啊,可能得有十几米高,又高又厚,并且墙边上还都有岗楼。 这条路的右侧更是奇怪了,多出了一面呢,不太高的白墙,白墙不是这么尖厚,但是啊,非常的白。 仔细看去,这面白墙就是一桩医院,因为往前边看呢,明显有医院的大门。 我再反过头来,看这面灰墙,这灰墙前边竟然立着一个大铁门,铁门巨大,从门口的格局上来看。 这应该啊,是一所监狱啊。 我当时啊,在那儿打愣,看了有很多秒,顿时间我脑子混乱了。 我回忆,刚刚刚骑进这条小路的时候,这就是我平时走的路啊,为什么忽然间我头不舒服,然后一下子,场景都变了。 这就算是我走错了,这附近也没有监狱和医院呢。 这,这到底是哪儿啊? 我当时真的是满头的问号啊。 我站在原地不敢动,开始四处张望,路上一个人都没有。 正在我紧张的四处张望中,忽然间从我左侧呀,走过来两个人,一个男孩,一个女孩,看起来年龄不会超过二十岁的样子。 穿得很古怪,我当时没注意,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下,一旦有了人呢,就好像救命稻草一样。 我就推着车,朝着这两个人,走过去了。 走到这两人身边之后啊,我开始试着向他们俩打招呼。 我说,童子,你好啊,麻烦问你一下啊,这是啥地儿啊? 我每天从这走,没看见这有个监狱还有个医院呢。 当时这俩人听完我喊他们,止住了脚步,忽然间两个人一块转过来头,就这么看着我,好像这俩人被我给吓到了。 然后瞪着我,僵住了得有半天吧。 那男人呢,开始跟我讲话了。 男孩说,啊,大哥,您好,您能看到我们吗? 你是住在这附近的吗? 你为什么走到我们这儿来了呀? 当时这男孩说完这个话,我就迷糊了。 嘖,我能看到你吗? 我马上就回答他说,哎呀,老弟,你说啥玩啊? 我咋不能看到你呢? 不是,你是住在门口的吗? 我是不是走错道了呀? 我平时从这儿走,我没看见这儿有医院呢。 你俩也住在附近吗? 我这句话说完之后,那俩人又不讲话了,用特别不礼貌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。 然后又隔了这么几秒,这男孩啊,又跟我说。 大哥,你可能来错地方了,这不是你该来的地儿,你啊,赶快掉头回去吧。 我们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走进来的,不要再往前走了。 男孩说完这句话,牵着他女朋友,转过头啊,两个人就走了。 我当时站在那儿都傻了,这太不礼貌了,这小屁孩子敢跟我这样说话。 当时我就是这种心情,这也就是我深陷一个不认识的地儿。 这要搁我们家工厂门口,我弄不好动手抽你小王八蛋的。 我这会儿火冒三丈,可是我又不能舔着脸追人家去。 必定此时这附近的建筑太奇怪了,我就这么僵在那儿,看着他们俩往前走了。 大概这两个人离开我之后,向前走了三十多米。 走到医院大门口的位置,两人停下脚步了,回过头,看了我一眼。 我没搭理他,我假装看不到。 然后接下来,他们俩做出的举动,差点把我吓死。 这两个人转过头瞧了我一眼,把身子转向医院的大门, 直接走到医院大门前,从大门那儿,穿了进去。 我当时看完这一幕,我这俩人怎么能穿墙耳入啊? 我当时脑子完全都混乱了。 坏了,这一会儿我反应过来了,我好像碰上鬼了。 刚刚啊,出现在我眼前这些奇怪的建筑,一下子变得扭曲起来。 其实我知道,这会儿是我心理作用,房子并没有真正的变化。 并且顿时,整条路都变得阴森森的。 路上的灯,好像忽然间变成了蓝绿色。 我不知道是我心理作用,还是它真的变了。 我这会儿正在紧张并且束手无策的时候, 我刚想掉头跑,天哪,又出事了。 接下来,我刚要扶车子掉头,这车把还没抬起来。 我就看见,从监狱的大铁门上方,飘出来一个白色的影子。 这影子明显是个女人,很长很高,头发也非常的长, 全身穿着白色的衣服,从监狱铁门的上方飘出来。 然后,朝着我的方向,飘过来了。 哎呀,我当时吓得已经不行了,转过头,我骑上车子就开始跑。 我跑出去了,可能得有十米到二十米吧, 我才敢回头望一下。 哎,刚刚那个白衣女影,没有,追上来。 大家,不要以为到这儿就完了。 我根本没有骑出这条小路,因为这条路还是有点长度的。 这时候,我刚以为自己能安全了, 我往前骑了,可能又有十米左右吧。 我就看见路边的树下,站着一个小女孩。 如果平时看到这小女孩,我可能觉得是个小孩。 但刚刚刚遇到这些事,我,我当时真的没法告诉自己, 这就是个孩子。 我从远处就明显看到她站在树底下。 当我离她差不多快近了的时候, 这女孩穿着一身红色的花衣服, 就是我们东北啊,传统的那种花棉脑。 连女孩脚底下穿的绣花鞋也是红的, 头上扎的小辫也是红的。 站在这树底下,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这么看着我。 我当时,我什么都管不了了。 赶快离开她, 我就加速地往前骑。 我刚刚从这女孩身边过去的时候, 这小女孩对着我讲话了。 诶,别走啊, 往那边骑啊, 你也出不去。 那个方向也是不对的。 这女孩发出了这个声音, 我回头看了一下。 没错, 的确就是从她嘴里发出来的。 我, 我, 这, 这小女孩, 怎么说话是个老太太的声音啊? 这看起来也就四五岁大的一个孩子。 讲出话来的声音, 感觉得有八十岁以上了。 我当时头皮都快炸了, 头我也没有回, 全力地继续向前骑着车子。 这时候, 我就感觉车呀, 都快让我给灯冒烟了。 车链条还有车袋摩擦地面, 已经快到极限速度了。 这刚才我只是害怕, 这女孩子的声音一传过来, 我可就不是害怕了。 我整个人已经进入到失控状态, 完全地轻慌起来了。 我不知道大家经历没经历过这种感觉, 就好像面临生死一样, 给人的感觉啊, 就像后边有几只老虎在追我, 我只要停下一秒钟, 只要停下来, 我的命就会没了。 可是我继续往前骑, 我也不知道方向对不对, 脑子全是空的乱的, 我只想赶快脱离这个地界。 可是当我往前骑了, 也就是这么几百米吧, 我就忽然间看到, 眼前的所有格局又变了。 眼前瞬间好像变成了一个夜市, 全都是买东西的小商贩, 干什么的都有, 乱七八糟的, 人山人海。 我八七年那会儿, 哪有夜市啊, 根本没见过这些场景, 然后我当时人更慌乱了。 我又仔细看去, 走在街上的这些人, 啊, 不对啊, 这些人穿的衣服全是古代的衣服, 我不敢保证绝对的古代, 最起码啊, 也都是解放权的。 更可怕的是, 这街上还有军人, 还有一些穿的破衣烂衫的乞丐, 这, 这, 这是什么呀, 这都是。 我当时真的就是这样想的, 接下来, 我都不知道该用语言怎么形容啊。 我也不知道, 我该往哪儿骑了, 因为眼前的街市, 明显堵住了我的去路, 我真的是束手无策了。 人被逼到这样了, 整个啊, 全都是乱套的, 当时我唯一的出路, 只有一个选择, 就是这条路左边的树林里, 但是我必定骑着自行车了, 树林里根本没有路面, 自行车骑到近前, 肯定是不行的, 可是我根本顾不了这些东西了, 俩眼一黑, 朝着树林里, 我就骑进去了, 当时我车速骑得特别快, 骑进树林中啊, 没骑了可能也就几十米吧, 逛的一下, 我就从车上摔下来了。 后来我记得, 从车上摔下来我还有一点意识, 左右还看了一下, 就是一片树林, 什么都没有, 再往后躺在地上, 不知道过了几秒钟吧, 我就特别的困, 我当时只想闭上眼, 我此时有感觉, 我这可能闭上眼, 就再也醒不来了, 但是两个眼睛真的在打架, 呼吸逐渐微弱, 我呢, 就昏过去了。 当我再醒来的时候, 我已经在我们工厂的医院里边了, 睁开眼之后, 有四五个同事陪着我,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, 哎呀, 好像是为我苏醒感到庆幸, 我问他们到底怎么了, 我怎么在医院里边了, 同事跟我说呀, 我都已经睡了两天了, 两天半以前呢, 在每天下班, 毕竟那小路旁边的树林里, 发现的我, 当天晚上就把我送到医院, 到医院经过检查, 一切都正常, 只是, 我就是昏睡不醒, 医生说, 我很有可能, 一下就再也醒不了了, 还有一种可能啊, 睡上两三天, 人就会醒过来, 所以, 我忽然间醒了, 所有的同事, 都感觉非常的惊讶, 当时大家问我, 到底是遇上什么事了, 并且让我检查, 身上有没有丢什么东西, 其实这会儿啊, 所有人都认为, 我是遇到坏人了, 我当时说, 没有丢什么东西, 你们放心吧, 我就是那天晚上滴血糖, 骑着骑着车子啊, 就拐到这里边去了, 为啥我没有讲述这些事呢, 第一是没人信我, 第二, 那天我睁开眼的时候, 单位的两个领导也在, 在八七年那会儿啊, 如果我把我遇到的这件事, 讲给大家, 我估计在场所有人听完啊, 哼, 不但不会相信我, 还非常有可能, 得把我送到精神科, 看一下脑子, 好了, 朋友们, 这期故事给大家说完了, 您觉得够玄幻吧, 反正, 反正这大叔给我讲述这故事的时候, 我听着都全身起鸡皮疙瘩, 因为我们俩是语音的, 当时讲的不太清楚, 几次啊, 听得我觉得异常的玄幻, 反过来我就问他, 我说你当时还有什么别的感觉吗, 或者事后又来过这块地儿吗, 他说没有, 然后我又用我的理解方式啊, 试着问了他一下, 我说, 叔啊, 您知道您当时工厂所出的那个沈阳的法库县, 曾经有没有过一个医院, 挨着一个监狱啊, 大叔在语音中啊, 听完我问他这个问题啊, 感觉非常惊讶, 还表扬我两句, 告诉我说呀, 大凯啊, 我告诉你啊, 一般人连问我都不问我, 你这个真的是懂这个东西, 我还真调查过, 我走的这条小路啊, 在早些年前, 它就是有一家医院, 而且这医院对面啊, 还有一个监狱, 也就是说, 当年我遇到这件事, 等于是把很久以前的地界给还原了, 我听完大叔跟我说这个, 我挺高兴的,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猜中的, 因为我感觉啊, 大叔整件故事, 应该他就是进入到了一个异常的空间中去了, 这个异常的空间呢, 只是一个代词, 只是咱们还没探索到, 跟咱们平行的一些空间, 到底是怎么进去, 或者他到底叫什么名字, 咱只能是用这个代称来代替, 还有就是, 不止大叔一个人进过这样的地方, 好多人都进入到过这种异空间, 可是我感觉大叔进入的这个非常的奇特, 为啥呀, 因为他进入到异空间之后, 看到的并不是当年的景象, 正因为大叔看到的这些奇异的景象, 飘在天上的白影, 穿着红衣服的女孩, 还有那对能穿墙耳入的情侣, 那咱聊到这儿, 其实这是啥异空间, 咱不用谈了, 谈明了不好, 您呢, 应该懂得了, 所以我也就不用再深究了, 那咱得了, 现在是24分钟, 节目不可能是结束的, 大家了解我的性格, 收费节目, 大凯不给您讲的三十, 咱是绝对不罢休的, 那咱剩下的时间您还是交给我, 我再送给您一个小故事, 讲述这期故事之前呢, 咱得先感谢一下天下,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天下吗, 就是咱们鬼语组, 天下鬼语的女主播, 天下现在正在录制全新的节目, 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, 并且天下前两天采访了一个人, 他说凯哥, 我有个短故事, 我也用不上, 但是给你放在收费节目的最后, 是非常合适的, 他就给我讲了一下, 我一听完, 这故事还挺不错, 挺新鲜的, 所以我给您讲来听听, 这件事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件事, 就是北京的城市, 没啥可说的, 地理位置也没什么特别, 就是九十年代初期, 东城的这么一个大杂院里边, 这间大杂院里住着五户人家, 其中有这么一户姓肖, 户主是一个大爷, 和一个大妈, 大妈大概于五年前就去世, 离开了大叔, 剩下了大叔一个人, 萧大叔和萧大妈的儿女啊, 工作非常的忙, 好像一个是搞科研的, 一个是医生, 很少回来探望自己父亲, 老头呢, 一个人孤苦零滴的, 但是萧大爷是个特热心肠, 特善谈的老大爷, 人也特别的好, 特贺量, 属于那种啊, 非常有理有面的老北京, 跟邻居们走动得非常亲近, 所以还好, 不是非常寂寞, 有句俗话说嘛, 远亲呢, 不如近邻, 这离着近的邻居, 真的跟一家子一样, 给天下讲故事的这位听友啊, 当时就跟萧大爷住在一个院子里, 他这会儿也就是七岁左右, 刚刚的上学, 他说, 记得应该是一年夏天七八月份左右吧, 我刚上学的第一个暑假, 我在家里边玩, 大概是下午四点多钟, 我跟门口啊, 几个孩子淘气, 整整淘了一下午, 四点多该回家吃饭了, 然后我就回家了, 到家门口啊, 我刚一打开大门, 就看见萧大爷拿着个大蒲衫坐在门口, 我就客气的喊了一句, 哎, 萧爷爷, 萧爷爷跟往常一样, 冲我点了点头, 告诉我说, 哎呀, 好小子, 回来了, 赶快进去, 一会儿啊, 你妈又说你, 就这样, 打了这么一个照片, 我就进屋呀, 吃饭去了, 到了屋里之后, 家里饭还没做好, 我就看我妈呀, 在灶台上面包着饺子, 我特别不爱吃水饺, 非常不高兴, 我一看我妈包饺子, 我就过去跟我妈说呀, 哎呀, 又吃饺子, 最不喜欢吃这个东西了, 那要是吃水饺我不吃了, 我一会儿看看萧爷爷家吃什么, 我跟萧爷爷吃去, 还有就是, 萧爷爷还能给我讲故事, 我最不喜欢吃水饺了, 我正跟我妈这么说着, 我妈忽然间, 这脸色就变了, 告诉我说, 我告诉你, 你萧爷爷下午去医院了, 一点多钟的时候啊, 人心脏不舒服, 然后咱邻居家那李叔给送到医院去了, 你上哪儿找萧爷爷玩去啊, 这孩子别胡闹了啊, 给你包饺子你就吃吧, 哥我们小时候, 连饺子都没得吃, 哎, 我妈当时说这些话的时候, 我就觉得奇怪了, 这胡说呀,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, 还看见萧爷爷在那儿坐着了, 我当时还跟萧爷爷打招呼了, 我必定是个小孩, 自己心里怎么想的也没空着住, 就把我心里想的这些话, 跟我妈说了, 我妈当时听完我说这话, 这么瞪了我一眼, 然后安静了这么几秒钟, 让我呀, 赶快回屋里去, 就没再搭领我, 大概过了也就几分钟吧, 我爸就回来了, 我爸回来之后洗了洗手, 跟我妈呀, 在厨房帮忙做着饭, 他们可能不知道我在门口玩, 能听见厨房里边说话, 我妈跟我爸说呀, 说, 萧大爷可能够呛, 一点多钟那会儿让人给送到医院去了, 说心脏不舒服, 刚刚啊, 咱家孩子回来的时候, 说萧大爷坐在咱家门口, 还跟他说话了, 当时吓得我一机灵, 但是我爸吓着孩子, 我就没说出来, 以我的经验, 我估计这萧老头应该是完了, 我当时在门外听完之后, 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, 实在是太小了, 真的听不懂, 后边很多事情都是长大以后才反应过来的, 但是, 我只知道一件事, 萧爷爷去了医院就没再回来, 这是长大了之后, 后来母亲才跟我说的, 说你小时候看见萧爷爷那回, 挺让我们捏一把冷汗的, 知道为什么脖子上总是给你挂上一串朱纱吗? 我跟你说, 还记得那天下午你说你看见萧爷爷吗? 实际上, 萧爷爷三点多钟左右, 在医院就走了。 好了, 家人们, 所有故事讲完了, 时间也差不多了, 我这嗓子也不行了, 那咱这期就到这了, 朋友们, 记录身边灵异, 讲述事件专辑, 感谢您的收听, 我们下期再见。